我們來看實質1&2的範例 那其實我們要把它畫到一個頁面裡面呢 我們是不是先建一個圖表 建圖表以後呢我們把我們的東西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用Length把一個一個的位置丟出來 然後我們Console看一下Food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想像中的這樣 然後結果沒錯 OK 所以呢在rack裡面我們是innerHTML 然後我們把一個一個東西放進去 那記得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換行brs補在每一個東西的後面 就會變成Apple Banana Coke 應該沒有問題吧